《金刚经》里面提到见惑 是我们思想上观念上的问题 见惑呢有五个 是深见 边见 斜见 见进取见和见取见 许多宗教家 哲学家 大学问家 都脱离不了见惑的问题 或落在深见 或落在边见上 深见就是自己亲眼看到 亲眼听到才相信 边见呢就是老师说过 书上读到才相信 思想学问越高的人 这五见的问题越严重 邪见 见进取见 多是宗教方面的问题 认为非这样不可 初一失误非败一败不可 否则就是犯见了 见取见是说自己的心得修养 比如有人打坐修行有了境界 或者见到了光 认为这个光才是得道 你没有光就没有道 这就落在见取见上了 这五见都是修行思想方面的问题 因为我们也rz treat 你可想吃的这首个 data